大家好,欢迎来到小G视讯的频道,在影片开始前,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,不要忘了订阅频道,开启小铃铛,当不会错过新影片哦。 这肯定是我小时候看过最喜爱的篮球漫画,要说锦上雄艳的灌篮高手Flam Dunk,影响了国内70后,80后,甚至90后的几代曼,画迷。 那是一点都不夸张的这部以日本高中篮球为题材,的少年热血漫画诞生于1990年,之后在1993年被改编为101级的动画,在当时与足球小将和棒球银行,一起并称日本体育热血漫画三大巅峰。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动画版的剧情直到湘北,出发前往参加全国大赛为止。 相对漫画版后面精彩的大赛内容,尤其是与《山王工业》的终极一战动画版并未制作,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,任凭粉丝千呼万唤,版权方似乎也不为所动。 所以当锦上雄雁在2021年宣布将制作《灌篮高手大电影》的时候,全世界的SD粉丝都未知疯狂,因为这是一场期盼了20多年的未言的梦。 随着后续情报逐渐放出电影版的剧情也逐渐明朗,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湘北对《山王工业》的天分对决。 在这样一部,所有人都知道结局的电影里,我们又能看到什么样的感动呢? 对于漫画迷来说,湘北与《山王工业》一战的过程,与结局早已铭刻在记忆里缩一层比赛角度来说,本作倒是不存在被剧透的分线。 但如锦上雄雁在采访里说的,她是把电影版当作一部全新的作品在制作,而并非简单的重现漫画版或是延续动画版的故事,电影版最终采用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还原了那场颠峰对决。 电影版的剧情由两条主线构成,一则是湘北与《山王工业》的比赛全程,另一则是讲述了《工程》两天的往事回忆,两条主线相互交织整个影片的节奏已随之起伏,再满足了原作粉丝对比赛本身的还原之外。 也铺陈出一段全新的故事,与漫画版使用静态的分镜特写等电影手法来表现。 人物与比赛细节所不同的是,电影版几乎是以实施的方式在描绘比赛过程,相比之下这个部分的观影节奏就显得雷霆万惊,给人一种真的在看比赛的感觉,甚至让人感觉看不够。 而另一条主线因为几乎全部琢磨于《工程良田》,确实也几乎都是漫画中未曾表现过的内容。 对于《工程》这个人物的角色,《湖光》有了更多的圆满呈现,但带来的另一个副作用就是其他队员。 哪怕是漫画真正的主角《鹰木花道》和《刘川峰》,也不再会有超出漫画本身以外的描绘,反而显得有些暗淡了。 电影版虽然最终呈现的效果,依然是传统的2D动画形式, 但实质上出场角色人物都采用了3D转2D的处理方式,也就是先用多边形3D建模,然后最终渲染成2D动画的形态。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首先角色人物的划分能,基本与漫画风格保持一致,但相对写实感更强。 漫画中很多变形夸张的表情壳,动作并没有出现在电影版里,其次角色与手绘的背景划分能保持一致,不会太过割裂。 最后3D建模的人物动作在流畅性,与ID手绘的表现方式完全不同。 由于电影更加测证以实时的方式展现比赛过程,每个队员的应求投篮动作,就得以被更加真实地呈现。 与此同时,漫画中很多的小细节,例如鹰姆在赛场上拼倒等情节,在激烈的比赛竞争中,只能以类似彩蛋的方式出现在画面里,无法像漫画那样能通过放大画框来突出重点。 此外包括前来观战的海南野,只能以背景方式出现在画面中,甚至连赤木琴子这样的,角色能分到的戏份也并不多。 我为了进一步坦究这些细节,两次走进影院瞪大了眼睛,省感觉可能还是漏掉了一些。 电影版并没有寄診之前动画版的,好想大声说爱你和直到世界的镜头等经典主题曲,而是由The Birthday乐队创作的前新,开场曲,Love Rockets,和由10FIT乐队创作的前新片尾曲《地零》,嘎,这两首曲目都带有鲜明的摇滚与流行乐风, 但由于之前的主题曲实在是太过深入人心,这两首曲目在刚刚放出来的时候怎么听,都让人无法与灌烟高手的主题联系起来。 但在看过电影之后,我对这两首曲目的印象有了极大的改观,例如在影片开场采用手绘风格主笔勾勒,出向北和山王工业两支球队的登场亮相,但随着Love Rockets极强的节奏感和主唱, 去把Yusuke宝金分霜且略带斯雅的嗓音,樱幕花道等人的形象与比赛,一触激发的紧张感跃然于荧幕之上。 此外在影片后段中有一处长达数分钟的静音处理,绝对是电影版的神来之笔。 就在比赛最关键的最后那几秒,整部电影的所有音效突然消失,给原本就令人神经紧奔的,紧张感又增加了一份窒息感。 在漆黑的电影院里,全场观众在此刻都仿佛屏住了呼吸,直到樱幕投出那关键一球之后, 在那个大家早已熟悉的经典场面中才恢复音效,观众被拉满的情绪瞬间得以释放。 而我也在此刻不禁留下爷亲节的泪水,锦上雄艳的确在电影版中做到了他之前的承诺。 电影版不是漫画版的重现,也不是动画版的延续。 这就是一部完全全新的独立作品,是锦上雄艳奉献给全世界SD, 粉丝的一份准备了二十年的礼物。 电影版以电影独有的形式为,我们展现了期待多年的经典战役。 他也的确因此舍弃了漫画版的很多内容, 例如漫画版中对山王工业,每个队员都有非常深入的描绘。 通过展现对手的强大,更彰显出湘北这一战赢下来的不易。 但在电影版里缺少了这一部分内容,让湘北的胜利显得分量轻微了些。 锦上雄艳的确在电影版中做到了他之前的承诺。 电影版不是漫画版的呈现,也不是动画版的延续。 这就是一部完全全新的独立作品。 粉丝的一份准备了二十年的礼物。 好了,今天小G为大家分享的精彩视讯暂告一个段落。 如果大家对小G的视频有什么看法, 或者想看到其他自己喜欢的影片类型,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,小G会尽量为大家安排。 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,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